嗨,我是Kopa 為您帶來的角色介紹是 付費的米凱爾 最後的斷球技能 為什麼是最後呢 原因是這個 14個月後 你才能夠看到天使在靈 所以下一次要再看到他的斷球技能出來 恐怕這個遊戲也已經結束了 我們來看看內容 這就是為什麼我說是最後 這個是隸屬性的米凱爾 上一次出來是2020年的6月 現在是2021年的9月了 戰力65826 球場的預言者 隊伍技 五名以上隸屬性海外球員 全能力值22% 接著是被動 對決獲勝獎勵 加30%一次 所以也沒有疊加的問題 就是一次 等於你勝的那一次 如果再勝還是一樣可以有 然後是新的 也就是我剛剛講的最後的斷球技能 天使超級 威力450 我們來看看他的前能 兩名上隸屬性海外 全能力值加2.5% 同樣的條件 敵方能力值-3 所以他是加2.5-3 然後他同時是Rising上球員克星 面對Rising上球員 加15%的能力 以及最後一項 自動籃節弱化 敵對DNF跟DF的自動籃節 發動必殺技的機率 減15% 這個前能跟 基礎性的拉法業額 也是副背角 很像 但他們作動的對象不太一樣 這是我結論 新的斷球終於來了 大家等很久了 因為一直都是用415的嘛 終於可以有450的 然後對決勝獎勵 就是這個 這真的很麻煩 你需要對決勝 那對決獲勝的前提 要嘛是防守 要嘛是攻擊成功嘛 那就看看他的數據 戰力6586能不能夠支持他 防守贏或者是進攻贏 斷球很威風 可能被吃吧 因為他的斷球是很強 但他的戰力其實是輸給 速屬性的米凱爾 也輸給力屬性的米凱爾 所以有可能這個技能是要被吃的 我給的抽卡建議 圈 可以擁有 這個是付費角 我給的是可以擁有 我們來看看 首先是球員數據計算說明 這個是隊伍計 69% 半40% 這恐怕也快要不夠用了 我相信今年應該可以看到50了 然後是計算後單位1 必殺技乘以數據除以100 球員數據 我們的主角米凱爾 在這裡 他是對決勝 以及 Rising上克星 然後是射門 以及斷球這一頁 對照者是素屬性的米凱爾 他是預測得勝大師 這個必殺技510 斷球一樣 450 都配上新的 來做比較 先來看他的射門 有兩排 第一排是面對Rising上 有加15% 第二排是沒有加15% 就是面對非Rising上球員 然後21.5跟18的差別就是對決勝獎勵 就是對決獲勝才有多呢 30% 兩個都是一樣的 然後斷球 450的威力是19.2萬跟17.3萬 因為是防守 防守就沒有所謂的對決勝 也就是你在這一次的防守成功之後 會有對決獲勝獎勵 但那已經是下一次的進攻了 對照組在這邊是21.4萬 他沒有所謂的最高最低 他只有單一威力 然後斷球是16.6萬 是預測得勝 然後如果猜錯的話 就只有12.9萬 那他的斷球可以看到是相當的弱 16.6 那這邊是19.2 好 我們來看面對守門員 第一個是利木勒 他就是Rising上 對決勝的話 再來面對這個 木勒的話就21.5萬 但如果你不是對決勝 但是第一次自己射門 那就是18萬 意思是這樣 好 這個木勒是渾身一級 他剛好也是亂心上的克星 所以他是有24.8萬的第一階 體力20以下 20.6萬 這個是23.2萬 是指完整體力的第一階之後的第二階 那你看這個利木勒的數據 就知道應該要接這個 完全不成問題 不管是對決勝 還是沒有對決勝 基本上到20.6 我覺得都還有機會接住喔 接著來到落倒金箭 那這個落倒金箭是平射克星 但是因為對手不是前鋒 所以他少了另外一個加成 那就是22.9萬 因為這個米開爾也沒有高空或低空射門 那22.9萬面對的是第二排 因為落倒金箭是G23嘛 所以是16.3或19.8 那基本上22.9萬 看起來面對這兩個數字 應該都還算安全 接著是素屬性的卡流薩斯 因為屬性相剋 所以卡流面對這個米開爾 應該是滿輕鬆的我覺得 數據都是贏的 接著是基屬性的洛林原山 那他是面對海外球員 進區外24.2萬 進區內22萬 那面對的射門會是第二排 16.3或者19.8 顯然他是技屬性 在進區內22萬面對19.8 就是要小心一點了 但如果是16.3就沒問題了 我想這個基羅林應該是可以應付這個米開爾 雖然屬性是輸 但看起來數據還蠻多的 我們來看看他的斷球面對這幾位的傳球吧 第一個傳球的角色是奎欣武 四中年的 他是魂神一級 體力80%以上18.1萬 20%以下15.1萬 那因為他是Rising上 面對的是19.2萬的斷球 顯然是過不去了 然後是李鮑爾 他是Rising上的克星 然後他又是魂神一級 所以他傳球最高可以到20.8 然後體力20%以下是17.3 這個李鮑爾就有點危險喔 你看看 同樣是Rising上的球員 就是面對19.2 這個隸屬性這個基屬性 所以我為什麼會推薦這個 米凱爾是可以抽的 你可以看到這兩位這麼強的傳球好手 基本上面對他都有風險 一個是肯定過不了的 這個是有可能因為屬性相剋 然後是史基尼的傳球 要注意的是史基尼不是Rising上球員喔 所以他全力狀態19.2 面對的是17.3的斷球 我相信屬性相剋 他要過應該沒問題 那沒有權力狀態的15.8 其實要過17.3 應該也是不可能的 泰格波朗 數屬性克之隸屬性 21.5萬渾身一級 體力80%以上 這個數據可以過的 他也是亂心上 所以他會面對19.2 不過你看 隨著體力下降 他的數據也會下降很多 所以可能第二 或第三次的傳球 就過不了這個米凱爾了 接著是他的鏟球 鏟球因為也是防守 所以只有一個項目 就是Rising上克星 所以17.3就是面對Rising上 非Rising上就是15.6 那這數據 相對剛才19.2是稍微低的 那比起素屬性的米凱爾 18.7萬 其實他也是遜色了不少 好我們來看看 面對這一個 阿爾貝賽的奎心5 那就是15.6 因為他是球團 這個是大敵當前 體力越少能力越強 那這個17.1 15.6 當然 這個立屬性應該可以盤過去 但是一開始只有14.9 也是盤不過去的 來看看奎心5 剛才在傳球那邊輸給斷球 那這邊盤球呢 17.3 面對17.3 仍然是磁別 所以盤球傳球都過不了這個米凱爾 然後是Rising上的施奈德 這個盤球一開始16.8萬 大敵當前體力20%以下18萬 他是速屬性 16.8要過17.3 我覺得也很難 不過不是不可能喔 因為屬性相克 那18萬要過17.3 我認為就綽綽有餘了 接著是迪亞斯 這個是預測得勝 簡單講 他盤球19.5萬 是在敵人猜錯的時候 那如果敵人猜對14.3 他對到的是15.6 15.6要贏14.3 應該是沒問題吧 雖然說屬性是輸啦 不過也贏了1萬多 接著來看是布萊恩 一樣是預測得勝 他這個11.3更低了 我想他要過這個米凱爾是很困難 最後是史基尼 史基尼的盤球17.5 面對的是15.6 因為他不是耐心上 所以權力狀態 看起來他的傳球 他的盤球要過這個米凱爾 好像都沒問題 14.4是沒有權力狀態 沒有權力狀態過15.6 當然就有點辛苦了 三角短傳以及盤球 進攻的話就跟對決獲勝獎勵有關了 所以這兩個我都會擺在這裡 我們來看看他的 三角短傳18.8萬跟15.8 第一排是面對亂心上 第二排就是面對非亂心上 盤球也是一樣 第一排面對亂心上 第二排面對非亂心上 然後差別就是 對決獲勝獎勵的30% 首先面對這一個 是泰格柏郎月中限定 他是亂心上 所以19.6萬的斷球 渾身一擊體力80%以上 面對這個三角短傳 18.8我認為沒有問題 15.8也沒問題 所以這個米凱爾你說 如果是第一次面對這個泰格柏郎 也就是沒有對決獲勝 15.8更低了 那當然18.8看起來也過不了 接著是紀葛蘭迪奧斯 這個月中限定 我來看看他的斷球17.4 就是預測得勝 其實他是技術性 面對隸屬性的米凱爾 是有點吃虧喔 不過他是球團 所以他要面對的是 14.2或者17.3 這14.2要怎麼過 這個17.4呢 除非對手猜錯 那這個葛蘭迪奧斯 本來就是猜錯就沒辦法 因為預測得勝 接著是Rising上的奎心5 一樣是渾身一擊 剛才前面兩項奎心5都過不了米凱爾 現在看看這個斷球有沒有辦法 籃下這個米凱爾的三角短船 顯然是沒有問題喔 比如說第一次是15.8萬 那如果已經對決獲勝了 使出18.8萬的三角短船 面對18.8萬的技術性 欸 這樣這個米凱爾是有機會喔 三角短船有可能過這個奎心5喔 不過很難說啦 畢竟拆隊有加成 那只看數字相等 或者屬性相克 可能還沒有辦法 完全的說百分之百過得了 畢竟拆隊加成 是遊戲額外給的 這個是新的隸屬性的蕭俊光 他是 能力值比對手低的時候呢 他就有加成 那他的能力值 比這一個能力值是低的 所以是17.8萬的數據 那面對的是這個的盤球 第二排非Rising上 那如果是第一次13.1過不了 第二次15.9 哇這盤球太弱了 就算是對決勝 然後來對決這一個蕭俊光 他的盤球也是不行喔 然後來看看這個 一樣是葛蘭迪奧斯 這個是隸屬性的 那他是中場加成 就算不在中場 也有16.4萬的殘球 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米凱爾的盤球是過不了的 然後最後是Rising上的卡爾茲 這個是大敵當前 14.6萬到19.8萬 面對的會是這個數字 17.3或14.5 顯然14.5 要過這個卡爾茲是可以 隸屬性克制技屬性吧 應該是有機會過啊 也許卡爾茲猜隊還有機會 彈掉或者是慘下來 突破能力極限 我會建議你 如果採取防守的話 就是鏟球斷球加成 如果你希望他有進攻能力 就是盤球傳球 鏟球斷球 以及速度技巧 我們來看看 與其他球員的比較 射門 他在這裡 他是贏這個 輸屬性的米凱爾 輸月底的松山光 也輸這個皮埃爾 JY變幅的皮埃爾 他的射門就不是特別的突出啦 我們來看看他的三角短船 輸這個技的拉法葉爾 然後贏這個技的格蘭迪奧斯 也贏隸屬性的切斯特 然後是傳球 剛才前面沒有擺傳球數據 因為其實 你看了三角短船的數字 大概就知道他傳球接近了 在哪個位置 傳球的必殺技威力比 三角短船弱一點點 你可以看到他的傳球就 贏去年的喔 這個是 2020的Rising上的奎星5 然後他還是輸切斯特 然後也輸今年的奎星5 這個渾身一擊跟去年不一樣 去年是預測得勝 再加上封印 然後我們來看看他的盤球 輸這個月中的葛蘭迪奧斯 但是贏奎星5 也贏拉法葉爾 雖然說他的盤球是很弱啦 但基本上還可以贏 這兩位就是了 來看看鏟球吧 鏟球是贏拉頓加 這拉頓加是蠻厲害的喔 在去年是很好用的 然後是輸這一個拉頓加 然後再輸這一個皮艾爾 最後來看斷球 斷球的話他在這裡 他是贏速屬性的米凱爾 其實他們兩個真的還蠻接近的 常常比較的時候都會對到 然後又輸切斯特 對他跟切斯特的數據也很接近 但這個切斯特是月底限定 他只是付費就可以了 然後輸這個拉頓加 這個也是月底限定 他是預測得勝加百分之10 再加上自動籃節跟自動擋球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米凱爾只是付費角 但他可以贏這個速屬性的米凱爾 然後也只是輸 這個月底限定的切斯特 算是不錯了 就斷球這件事而言 19.2萬其實 算是可以應付的啦 而且只要面對Rising上 就有這樣的數據 最後來做個總結吧 這個米凱爾 除了盤球是明顯的缺點之外 其實他其他的項目呢 都不差 你可以看到斷球 他的排序算很前面了 他的鏟球也不弱 他的傳球跟三角短傳也在水準之上 不過有一個可惜的就是 進攻呢 你可以有對決獲勝獎勵 但防守沒有 不是說防守獲勝了沒有獎勵 而是防守的那一次對決 你是只有所謂的Rising上的加成 那如果對手慢慢的過渡到球團的話 不再是Rising上的話 那這個角色他就基本上等於沒有加成 那當然 你說進攻的時候如果他要 得到這個對決獲勝獎勵 他需要先獲勝 那怎樣獲勝呢 第一個他盤球不好 那你只能靠傳球或者三角短傳 那傳球如果對決獲勝了 雖然有獎勵 可是這個球出去了 如果在中間又掉到敵方的手上 那剛才的對決獲勝獎勵就沒了 你必須要把那個球帶回傳給米凱爾 他才能使出那個對決獲勝獎勵的30% 所以在使用上其實是有點困難 不是那麼的直覺 那就看各位是否喜歡這樣的角色 其實我會覺得對決獲勝獎勵真的是比較不好用 自己啦我自己就覺得使用上沒有那麼得心應手 好以上是我對他的介紹 謝謝大家 拜拜